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 春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厚了 很多人呢也都会选择走到户外拥抱大自然 其实能够沉浸在花香鸟鸣当中啊 是非常惬意的事 虽说现在还没有到花香四溢的时候 但是听听鸟鸣看看白鸟迁徙 是能够办得到的 在丹东凤城市兰崎镇附近的大洋河新发村河段 最近啊就是吸引了不少的摄影爱好者们驻足 他们都是喂鸟而来的 在丹东凤城兰崎镇附近的大洋河新发村河段 每年到了二月中下旬 都会有大批的天鹅来到这里 他们时而在水中嬉戏 时而翱翔于天际 时而隐含高歌 场面既惬意又壮观 它属于蝎角和加油 它要吃一些东西补充一些能量 像天鹅这种比较大的鸟吧 它在飞它启动啊要消耗很大 就是越是大越是消耗的能量多一些 它要找个地方要休息 要补充积养 就是多吃一下吃一点东西 白青泉告诉记者 在中国的野生天鹅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大天鹅 油鼻天鹅和小天鹅 在大洋河发现的天鹅种类就是大天鹅 它们主要在黄河流域过冬 然后到西伯利亚南部 内蒙和新疆等地繁殖 在迁徙的途中就会路过这里 停留一个月左右 然后再继续飞行 随着当地环境治理的改善 和人们对于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这里的天鹅数量也从最开始的几只 增加到现在的近600只 我们水雾分局加强了当地村民 以及官鸟爱好者的这个教育工作 要求他们一定不要下到河坝下去 影响到天鹅的气息 同时呢 我们也加强对该河段的巡河和管控工作 坚决杜绝这个盗裂天鹅现象的发生 感谢观看